川普的用人真的很特别的逻辑吗 不过说实在的 现在看到还没完还没完 他现在点兵点将还没有结束 一波接着一波 不过我们今天要先从一个新的人士来开始谈起 他就是即将要接海军部长的川普大金主 这一位叫做费兰 约翰费兰担任海军部长 那主要是要整顿美国的海军 他不曾从军没有在军事部门当文官将领的经验 唯一相关的军事经验据报道 是在主张捍卫台湾与乌克兰的一个非盈利组织担任过顾问 那这是什么理由吗 这个对于他现在能够接这个海军部长 有任何的相关性吗 不过刚刚为什么说这个是川普的大金主呢 根据报道 他这私人投资公司 确实是过去有给川普很多的竞选经费 而尽管许多的官员 国防专家 对于海军需要大破大力的领导人 当然都认为说是非常迫切的 但是他适合吗 很多人打上了一个问号 但怎么办呢 川普就认为他可以 到底为什么 那怎么看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小舰长 川普说行就是行 那但是其实我们来看 美国的这种国防体系的这些官员 未必通通都是君子出身的 因为有很大一部分 他认为这是进行一个类似企业管理的部分 所以他们都从企业调一些 调一些曾经干过CEO的来担任国防部的要职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这么做 不过美国的海军的确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需要整顿 是需要整顿 那我们先不讲 说他们原来第七舰队里面 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贪赌事件 那不过因为大家也是官官相护 所以其实他们有曝露这件事情 也就是对外就是伙食采购的部分 那但是他们有曝露 可是实际上 他的整个的一个盘根错节 他并没有说明得很清楚 为什么我说美国的海军 他的确需要整顿 那我们来看帕帕罗 他在今年七月的时候 他不是告诉我们 那个美军要做 要把台湾海峡 如果说暂时的话 他要变成一个地狱的场景吗 结果现在也没人逼他 他很快的也就开始说 仅靠无人机 无法解决太平洋的军事挑战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从七月到现在十一个月 连半年都不到 那他当初做出来的这个看法 其实也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 他所谓的地狱场景 他要吓阻中国对台湾动武 结果解放军还没有动手 不过就是搞了一个航战 美国就被吓到了 事实上来讲 这个地狱场景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有很多的限制 大家都现在把无人机 讲得跟真的一样 好像无人机 上天遁地无所不能 可是无人机其实有个短板 我以前在节目里头就讲过 他什么是短板 他的datalink是一个短板 所以你要完成datalink 那这个datalink的问题 其实这一次帕帕罗 他也有特别的提到 他说其实从冲审 如果来进行这种 无人机的一个操纵的话 他说有八百多公里 到台湾海峡 有八百多公里 他只讲到这里 我帮他把它讲完 也就是说 你用一般的UHF的频段的话 他到达不了这个距离 为什么 因为地球是圆的 地球不是方的 那地球是圆的话 那他就会切到 我们讲到的切线的部分 也就是在这一个切线以下 就是水平面以下收不到 那就要使用卫星了 对不起 卫星第一个非常昂贵 第二个 它的频段也不是无限的 让你使用的 因为其实美军作战 它都是以datalink为主的 就是link16的部分 那个才是重中之重 它怎么可能让你无人机用 而且我说这个严重性在哪里 严重性也就是我们看到 这是美国军令部部长 他自己讲说 他们要开始改变 这一个美国海军的 当初在2045年的这个计划 也就是他建构一个全新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33的这个方案 这个33的方案里面 其实他就已经做了一点转弯 我们来看他虽然有讲到无人机 以及这个自制的一个系统 就是自己可以操作的系统 但是他其实讲了这么多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 为什么 因为已经知道 没有办法跟解放军对抗 那另外美军后来又在讲什么 到现在为止 他们今年四月的时候 他把这一个提风系统放上了菲律宾 那他放上菲律宾之后 他就觉得哎呀好棒棒 然后大家就做出这个图 继续来跟着一起 进行认知作战 说你看只要放在菲律宾 只要放在关岛 只要放在那个冲绳 直接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 现在中国大陆在那个航展期间 拿出了这个红旗19 怕了吧 知道不可能了吧 然后他说要用这一些无人舰艇 当初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无人舰艇 这种无人舰艇是当初给游警使用的 就是在墨西哥湾游警的补给用的船 他要用这种 然后这些上面的这些货柜 他就是放着我们刚刚讲到的 无论是就是提风系统的标准六型 或者是战斧巡逸飞弹 但是我们其实刚刚看到那个军令部部长 他也讲了大实话 什么实话呢 他说我们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构一支传统的海军 可是帕帕罗这次就讲了 他说我们要更改过去有关于这一个地域场景 他说他还是要回到制空以及有效的制海 那到底你们在想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武器的采购 以及所谓的这一个我们的准则叫范 通通都是依据你的战略来的 你的战略在不到五个月已经改了 已经改了两次 那也就是当改 你要改不是不行 你要依据什么改 你要依据敌情的威胁 然后接下来做出作战的需求 你才会改这些 那改来改去 我们还没有 大家都还没有改完这些准则叫范 或者是装备需求上限 你又再改 意思叫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原地踏步 然后反观解放军 我们就看解放军的这些装备 其实都是做过那个研讨 深思调研的 我们今天后面会继续谈到 是是是 不过小舰长 你刚刚讲到帕帕罗 帕帕罗会不会被换掉 我个人的评估是不会 不过他一定干得很闷 因为他要讲什么 也就是各级长官各种指导 那尤其是川普 那川普对于 尤其是印太这么重要的部分 然后我们接下来都会讲到 其实川普他不断的收缩 他在准备做孤立主义 那这个时候 你帕帕罗在那边叫嚣 这就是跟小舰长讲实话一样 不主流 你不主流 你就是准备挨打 好 但来看看 这个川普其实呢 他不仅仅是在刚才 他有这个新的人选 已经出炉了 这个海军部长 过去是金主 但另外还有这一位 这个呢 其实是新设立的一个职位 叫做乌克兰籍俄罗斯特使 那这一位呢 其实过去也曾经在 川普第一任任职服务过 他都已经高龄80了 可是找他来干嘛呢 那么现在你看 他当时担任国家安全会议幕僚长 那我们就看看 他的态度 他的立场 因为这应该是跟川普是一致的 也因此才能够由他来出任 他曾经怎么样呢 他希望让俄乌战争能够赶快的结束 赶快去上谈判桌吧 俄乌应该都要坐下来谈 而且呢 重点是 他把腾出手来是要对付中国的 这是他的立场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这个上志 现在这个最主要的就是 俄乌战争赶快结束 所以乌克兰 泽伦斯基 你心里面再怎么样 你都得吞下去了吗 那重点还是中国啊 中国 川普现在满脑子想的 就是怎么样来对付中国吗 这位凯洛格中将 那么这些年我们都想说 在川普的这个像国防部长 看到海军部长 这些都是不是军人出身 川普并不是手上没有军人 他有 比如说像这位就是 你看是陆军中将退下来的 而且我们大家不妨看一下 这个镜头拍一下 他在长的样子 对比底下的那个企业家 你真的很少数看到 就是说在川普身边 是你知道搜 搜军人 如此 他就是彻底的军人的面向 这位吧 就那个包括他气质 所以就可以理解说 在整个川普 他因为对川普在上任的时候 他就在川普的身边 而且他也是对川普的效忠程度 即使在后来历经这四年 川普被司法追杀 他也依然捍卫 完全没有任何的退让 所以那个军人的性格 而且那么中心的性格 所以川普是怎么用他 早前其实在认为 国防部长当中 也有曾经点名过他 但是后来没有 不是 但现在来看 他竟然做的是总统特助 还有这个新设立的职位 乌克兰及俄罗斯特使 当然我们不会意外 川普是因人设事 设位置或因事设人 他可以有很多推陈出信 像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都一样 那但是这里头我们看到 他基本上就是专注的 至少在眼前 未来不知道 专注的来处理乌克兰 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的部分问题 所以在这次出来之后 大体上在所有国际媒体 都认为川普对于乌克兰的底线 底派不用猜了 因为这个人就是他的特使 特使他 而且他就直接总统特助 他就是对川普报告 而这个人的在长久以来 甚至包括在选举期间 有问到他的时候 他的完全表达跟副总统 犯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什么意思就是两个立场 第一个部分立场就是 乌克兰的领土割给俄罗斯 第二个不能加入北约 是斩钉截铁的 所以我们在看到 这边也提到说 为什么前乌克兰驻美国大使 就是乌克兰之前 驻美国大使 是乌克兰人 对于乌克兰当中 是对看到这个人事之后 就对于乌克兰战争 就觉得 就是气溜溜 就是完全没有希望 是绝对的悲观了 他说因为这个人 就从这一号人物 他担任这个角色 他的底牌是很鲜明 如果你来的是个文人 来的是个企业家 可能又跟你bargain 拉来拉去 大家讨价还价 这个就是执行到底的 一个强悍对川普忠心 而且他的立场就是这么清楚 他没有第二个 你知道back up 备用的立场了 所以这个部分 所有部分的强硬的状况 在上他既然这么熟悉 表示他对乌克兰的前线 跟对于乌克兰的政府 未来在谈判的这些筹码 美军很熟悉 再搭配现在国防这个地方 我个人始终认为 川普不会只是让乌克兰停战而已 我认为川普也会对于拜登政府 这次年来 对于特别这两年多来 对乌克兰战争 这里头的花的钱 有没有弊案 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我个人认为 从他的人事布局 也看起来有一点点 里应外合的味道 因为你必须要非常懂战场 懂战争的人 在乌克兰那里把所有的东西 要来叫出来 你派一个文人区 他不知道 战场里面的贪腐 战场里头的乱七八糟 以及美国政府里头的 这个may god 我觉得川普这次对乌克兰 不只是停战而已 我认为还有更多 应该有可能对付拜登的招 特别是拜登现在还在 要把这个剩下的钱都弄心 我认为这个给川普难堪 川普是会报复的 是的确 那你看现在呢 班上台面了 那这一号人物有人说 恐怕也是不好惹 是个狠角色吧 因为呢 过去越战老兵出身 态度显得相当的坚定 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强硬 一方面是对着乌克兰 他怎么讲呢 他的立场很鲜明 就是你得赶快来乖乖的上谈判桌 否则的话 我切断对你乌克兰的援助哦 但是另外一头呢 也好像想要跟俄罗斯 来隔空放个狠话 意思就是说 你也得要坐上这个谈判桌 否则的话 我就要帮助乌克兰 来把你给歼灭 话都讲得很狠啊 但历史哥 做不做得到呢 还是要看实力嘛 那现在拜登呢 当然他的意思是 我也很希望能够给你乌克兰 更多的援助 我一向是 老弟我挺你到底 可是怎么办呢 我即将卸任 所以我要赶进度 赶进度的做法 来我们看看 现在呢 拜登政府正在为乌克兰 准备一份7.25亿美元包裹军援 赶在他卸任前 要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么希望呢 能够加速进行 但是呢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面 却直指有难处 因为现在还说 有65亿的军援 总统有拨款权嘛 有65亿多 还没有给出去啊 那你觉得 在现在倒数计时的阶段 他通通能给得出去吗 不 因为有人就透露了 一天你得要送出 价值超过1.1亿美元的武器 但是呢 但是现在 等于说 一个月下来的话 你最起码要超过30亿啊 可是现在一算 发现不 大概就是5亿到7.5亿美元一个月 就了不起了 那还是有距离的 有差的 所以给不出去 两个问题来了 如果来不及给 怎么办呢 川普是不是根本 就完全不理会 通通都不算数了 那对于乌克兰来讲 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然后再来第二点 那我们刚刚在讲的 现在你说 要把这些东西 要给出去了的话 加速进行 有可能吗 来请教历史哥 首先先讲一下 那个克洛格 或凯洛格 这叫 American Chesh Talk 美式的这种 Chesh Talk 垃圾化 他们其实美国人 很喜欢呛一些 呛堵很凶悍 你如果其实 喜欢看美国运动 像我喜欢看篮球 喜欢看这个摔角的 我就知道 讲垃圾化那可多的 所以你要看他的 做什么 不要看他讲什么 因为美国人真的很会讲 而且他们就天生就训练这个 不管是拜登或者是克洛格 都在讲垃圾化 但是我同意刚才上次哥说的一个 这个人非常的军人 你想八十岁了 跟川普同年纪的 川普最欣赏这种军人 那这个是少数川普第一任内阁 硕果仅存人物 大家不要忘了哦 这几天美国的媒体 都在报道 任何的人士都要通过小川普 所以能够让小川普审查过关 然后从第一任到现在 那他的立场必然高度跟川普相同 所以川普的任务就一个 我要达到我的目标 我必须在很短的期间内 当然要听到什么 24小时48小时 或者100个小时之间要停战 我觉得这有距离 但是越短越好 至少我可以达成 我不要上台 被他认为是嘴炮 这是形述川普2.0的权威的关键 好那来了 他其实威胁俄罗斯 如果有效的话 那干嘛要停战 继续打 俄罗斯都要垮了 你干嘛 所以这种就是 但是他一定是威胁 只是避免漏下话柄说 你只单方面威胁乌克兰 那乌克兰的前驻美大使 都出来说 我现在好悲观 其实不只他悲观 最近责任世纪都很悲观 我最近看了他很多 公开讲话 那个气色跟之前 有没有 像个大佬一样 那个在美国国会 恨着走那种 完全都是不一样 那再来讲 这个拜登政府的问题 因为美国现在最大问题 倒不是说他给多少钱 是运不出去 很多人都以为 美国的军援 是以现金的形式打过去 其实没有 大部分都是以物资的形式 中间还有中间上要抽头 干嘛的 那这个玉行姐你想 前阵子 其实到现在还在继续 洛杉矶的码头罢工完了没有 是不是这问题 他是一波一波的 对啊 那如果码头还没罢工完 那请问波士顿这个码头 码头这边是这状况可以吗 所以其实美国现在最大问题 是有的时候 他给不出去 倒不是说拜登到底想不想给 而是物理的现实 他真的没办法 你看 对不对 看到前开桿 他们吓死了 有没有 马上说 我一定要对前开桿收很高的税 你们都不准用 一用就会发现 惨了 美国这什么码头 这什么运作功能 Baltemore那个大桥 说要修好 说我看最近一个报告 说至少要修到2035年 我的天哪 那什么桥就修那么久 所以你会看到说 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 他是整个体系性的出了状况 所以最后赶急就张 我是认为很困难 那至于说65亿可以运多少 我认为了20亿 可能就是极限的 大概没办法再更高了 那假设如果他真的强一赶运 运了30亿 我给他拍拍手 川普一上台 是不是乌克兰的军援 只会越来越少 现在已经看出这眉目了 所以我们来看乌克兰这边 已经是不是准备要把 他的征兵年龄 从25岁降到18岁 美联社这边就有报道 是美国的官员透露的 离任的拜登政府 现在在他现在的任期当中 最后这一点时间 要敦促乌克兰这么做 这样的话才能够 乌克兰的军队规模赶快扩大 欧美官员是说 乌克兰现在纯粹是缺少足够的兵 不是武器供应的问题 可是你觉得乌克兰会这么想吗 乌克兰当然不这么认为 因为站在乌克兰的角度 他会认为说 是你自己根本你武器给的不够 而且你是故意在拖 你就把责任统统又推回乌克兰了 说是兵不够的问题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小舰长 乌克兰的兵是不是真的不够 降到18岁能增加多少 我们先补充一下前面讲的 其实这一个川普 他的儿子不断的抱怨 也就是现在拜登不断的在拱火 不断的在提供先进的装备 也就是之前讲到的美国战术飞弹系统 给乌克兰 那其实他们又动了另外一个脑筋 也就是AGM-158 AGM-158就是下面这个 因为他还可以跟F-16搭配 那也就是说 这一个也就是联合空对面的遥控 遥控飞弹 它的射程是1000公里 就远远比我们刚刚讲到的 陆军战术飞弹的300公里 长得太多 那如果按照这样来算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他距离莫斯科的距 就是说他直接在乌克兰本土飞行 他可以他非常 他就已经可以直接打到乌克兰 对不起 莫斯科的这个郊区 所以这再一次证明什么 俄罗斯为什么要强调说 乌克兰他不可以加入北约 那他需要一个缓冲的一个缓冲区 原因在这里 那刚刚秦教官讲到的 美联社这个是我直接把这个新闻 我抓下来 他直接讲18岁的 允许18岁以上的士兵 然后他要扩大战斗年龄的男性 他说这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 所以美国人你们真的很残忍 你有想到这一批一批的上 然后其实就是进入绞肉机 然后他说乌克兰有他所需要的武器 但是他要继续跟俄罗斯作战的话 他其实需要大规模的增兵 那这个问题 其实乌克兰的问题并没有 并不止如此 他竟然还有这个破炮 十万发 破炮结果直接无法 就是通通都是有瑕疵的 然后他直接失效 就是他要不就打到前面 就是那个几步之遥 所以 这破级炮弹谁给的 这么不开用 他自己做的 所以这乌克兰自己做 所以乌克兰早就 很多的欧洲或者是美国 他们都认知都很清楚 乌克兰的贪污其实非常严重 只是没想到 这个要人命的 他也可以贪污 好我们讲到这个18到25岁 其实以前他们动员 都是在25岁以上 那这个18岁 如果开始动员 那是一个多么悲惨的状况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直接推估的人口金字塔 他现在是2024年 他显现了 我们把这个18岁到25岁的 这个年龄层 直接把框拉出来 那这个拉出来 已经是我们讲到的 未来他已经等于在打未来了 也就是他把现在乌克兰未来的火种都整个打掉 为什么他们都是上战场的都是25岁 因为他们想要帮乌克兰留下一些火种 这样打完了 总是要有人能生孩子嘛 对不对 不然以后通通都是移民来生吗 是这个样子吗 那他们现在开始 所以我就说 美国人啊 真是很残忍 要把人家的火种整个打灭 整个打灭 当然他这个模型有继续推估 也就是再过20年之后 乌克兰会变成什么样子 也就是他的人口 急剧的这样那个收缩 我们这样讲 乌克兰当初靠什么 来来实际上维持他的一个国力的 第一个他当然是农作物 第二他还有部分的矿产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很多人称乌克兰叫做欧洲子宫 也就是他们的女性 一大部分都是当代理孕母的 然后当代理孕母这样子来谋生 那我们就不要讲说 还有特种营业的这些女性 那也就是原来的生活 就已经如此不堪了 结果又继续打仗 然后美国还一直拱火 把人送上战场 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像在台我们在台湾的这些人民 要想一想 美国对乌克兰都如此 他未来会怎么对付台湾 也就是台湾来当代理人 就好像乌克兰现在当代理人一样 他直接的把我们一批一批的 你们认为的是青鸟 你们认为的是黑熊部队 通通的未来 你们通通都要上战场的 未来像小舰长这个 小舰长还差两年就除役了 就除役了 已经老到除役了 所以打仗不一定轮得到我 可是你们一天到晚 东骂西骂的这一些青鸟 都骂 然后搞得跟真的一样 现在听说在学种菜的 这个黑熊部队 未来上战场就是你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仔细看一看 坐在庙堂之上的这一些 政府官员 他们的小孩有来当兵吗 没有啊 他们的小孩都在美国 然后说我尊重我小孩的 自主的权利对不起 他们的小孩不回来 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上战场 对 我说其实现在很难想象 就是说 你看18岁 那被迫就必须要上战场 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而且其实刚刚小舰长 他绣了那个图表 你本来看 下面他特别用红框 把它拉出来那个区块 到了20年之后 他整个缩扁扁的 对到了下面那个图的时候 他就变得更扁了 有没有 本来还凸起 那浅蓝色的 你看 就越来越扁 有没有 那这个其实实际上 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国力的一个展现 因为年轻人都不见了 年轻人不见了 会消失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是对于乌克兰来讲 何其残忍 历史哥你举手 我补充一下 这个其实美国真的很坏 为什么18 25岁 乌克兰不要让他上战场 因为大家知道苏联解体多久 就这么二十几年 苏联末期社会已经很动荡 出生率急剧下降 到了苏联的这个灭亡之后 瓦解之后 前苏联共和国 所有出生率都是暴跌的 里面这几年比较好的 只有像中东本来资源比较丰富 像俄罗斯政情比较稳定 非常混乱的乌克兰 一直是大量的流出 所以为什么刚才小经典 用那个很沉重的 叫做欧洲的子宫 我跟大家讲还不只是子宫 还有大量的雏妓 这一次战争当中 光是意大利的那些黑手党团伙 跑到波兰 跑到临近国家斯洛伐克 匈牙利去干嘛 大家知道吗 他们去抓那个 去找那种14到18岁的那种 这种乌克兰少女 诱拐去做妓女 这事情在欧盟里面 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搞了这个样子 有时候刚才小经典讲 我是觉得很坏 真的这些政客怎么可以那么坏 然后他们现在出台一个法令 就是可能会把欧洲 所有的乌克兰的 合格的男性 似同逃兵法 发布全欧通知令 把这些人赶回乌克兰 要命啊 最后的火种了 不知道这些人想干嘛 好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你刚刚这个小经典 用了拱火这个字 那你看 现在呢 他们在认为说 其实乌克兰 你就继续的努力 继续努力 不要让这个战火平息吗 可是事实上 我们看到他一方面又在强调的是 普丁之前已经秀他的这个核武的能力 那么同时呢 甚至真果树飞弹也让你看 可是呢 现在外媒却说 有五个知情消息人士透露 尽管普丁有升高核武威胁 美国准许让乌克兰用长城飞弹去深入打击到俄国的本土 也不会增加核武攻击的风险啊 普丁会先采取别的报复的方式 甚至说已经进行破坏网路攻击等等 核武那只是最后的手段 所以不用担心 现在普丁在那里 或者是俄国的官员在那里不断的放话 强调他们有核武的能力 这些难道都只是说说而已吗 继续打吧 这个上次怎么看 我想乌克兰战争在全世界 无论媒体或者在观察家都一样 它就是on the way to the ending 它已经就是走往结束方向 这是没有一意的 虽然刚刚讲这个拜登政府一直在拱火 可是呢 从前我们今天清点了这些东西 就知道是无以为继了 那么泽伦斯基 乌克兰 包括他们的大使 也都展现出这个状况 可是可是国际媒体现在在观察谁 观察 所以拜登应该如果钱弄不出去 你也没什么 所以国际媒体一方面在观察川普 因为川普主导 美国方面的人事布局 有没有可能有变动 现在越来都越清楚 底牌完全没有出乎外界意料之外 而所有现在在分析的就是 我一直始终强调这两年来 我别的都不看 我不看泽伦斯基 仔细看的 我们只看普丁 也就是普丁究竟怎么做这件事情 大家现在在猜测 包括准备谈核谈之前普丁会做什么 来至于说核谈谈了之后的 美俄关系或中美俄之间的关系 现在好多评论已经走得好远了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几句 刚刚疫情就提到了 首先核武的部分 在先前已经show muscle了 该包括导弹的 包括这个所谓的导弹当中的试射 各种的都试射完了 该有的ABC套餐 已经全部都试射有了 而且各类的就让你知道 然后普丁在所有当中 现在外交国防的对话 你也没有看到那种一副胜利在望 他们都讲话都很谨慎 因为川普最后还有没有变动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现在乌克兰战争没有错 后面就是川普跟普丁谈 乌克兰战争 当然实际主体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可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 普丁要的只有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乌克兰的领土只有北约不止 各位一定要记得 在这两年多来 俄罗斯有非常多的资产 被欧洲跟美国扣住 这都是几兆 上兆美元 台面下可能是几千亿美元 上兆啊 所以普丁现在要什么 普丁也要跟美国谈 也就是说 川普现在如果要停战 从普丁的角度 我要跟泽伦斯基谈 我要的东西 同时我也要跟川普谈 我要你这些资产的东西 你们把我动扣 既然拜登还把我的钱拿去 力气拿去付这些东西 怎么可以 我不要追缴 所以这个对于普丁来说 是一个立体谈判 他不只在这里 而且这里头跟中国之间 要怎么离音外合 所以这里头 我们接下来看 坦白说乌克兰发明 变得很简单 根本不用花太多脑筋 拜登也随便看看 川普人是清楚了 等他上任 但真正复杂跟立体布局 而且很有趣 而且怎么弄 怎么拮据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普丁 我不能说他有个谈判之美 我不能从美式的角度 但他谈判的谋略这个东西 竟显他作为 已经三十多年的老狐狸 所以我个人认为 大家现在看川普有多强 我们刚刚前面讲 凯洛给国强 No 我始终觉得川普 一定会被布丁玩在手掌心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 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灵密码 2022年 2022年 全校精华霜 1922年 2022年 2022年 2022年